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呢 我們的影片主題呢 是 防疫 那所以我們今天的話 使用的圖片 就是跟疫情有關的圖片 那這邊的話 老師都已經做好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取用 我們在第三堂課已經設計好圖片了 所以我們這邊就可以直接取用 好 那這個可以發現 它就是一個量體溫的 所以我們就是說了 你要注意自己的溫度 然後戴好口罩 好 那我們今天呢 的素材是用正方形的 木片 那正方形的木片的話 我們量的 左右的寬度 就是 抓在 1.75左右 所以這邊把它放大一點 這樣次就會有點閃 準備 再聊一下長方形的素材 好 我們左右的寬度大約是 5公分 所以左右就抓在2.5 可以小大一點 好 我們可以盡量做滿板一點 好 上下的話 抓在3公分 所以1.5 1.25 可以喔 這樣子的大小是可以的 可以再大一點 好 基本上這樣是不會超過的 OK 所以好的時候 雖然字有點沒問題 但是好像沒辦法 好 我們字型那時候太大了 看一下 1.5 1.5 1.5 基本上我們就是選黑白 矢量雖然看得到啦 但矢量的話 以圖片來說不是很好看 但是如果是刻字的話 當然是不錯 好 不過我們可以試試看矢量 看一下喔 還挺久沒挑過這個矢量 好 我們用矢量看看 那有沒有辦法刻出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就進處理囉 好 進處理之後 要記得這邊要按一下 好按著CREATE TOOPET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選擇的 所以它的部分的話 如果是矢量的話 矢量的話 矢量的話 它的數據是不太一樣的 你會發現它這邊的數據不太一樣喔 所以它這邊的話 它可能是使用多重切割 或是使用功率的部分 嗯 所以它切出來的速度 切出來的感覺是不太一樣的 切出來的感覺是不太一樣的 OK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試看矢量 那我這邊先回去 請你可譬如說 我們在編輯這邊 我們一樣先選黑白好了 好 這基本上應該是不用調整的 一樣按處理 好 你會發現這邊不太一樣喔 它多出現了一個密度 並沒有多重切割 這個部分 好 這我們下次再試看看 好 那密度這個地方 我們就調到8 好 成功生存工具入鏡之後 然後一樣按生存工具代碼 成功生存工具代碼之後 再把工具代碼加載到更多區 好 這樣就搞出來了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先連接一下 沒雕機 按連接選擇我們的機器 好 那後面的調整的話 記得我們這邊的調整的話 要先設置原點 所以我們先把光先打開 光先打開到五個地方 好 好 好 我們現在之後去調整它的 好 好 所以設置好功率 記得要先設置工作遠點 好 跑邊框 看圖形會不會超過 這麼小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就試跑看看吧 記得先關掉 然後把你的功率開到100 設定 好 那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調破囉 好 那這邊也是一樣 我們後面雕刻的影片 會附在這一個操作影片的後面 好 那各位同學就可以去欣賞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 它的工作時間 因為我們的密度選擇 好 但是我們圖案比較簡單 我們大概四分鐘 就可以雕刻完成了 好 那等一下我們會做看看 如果我們選的是十量的話 解出來的感覺 會是怎樣 OK 好 請繼續欣賞後面的影片吧 好 我們來講 我們延 我們來講 先來講 我們去看 有什麼 我們好 我們每次都弄 我們來講 到說 我們在那裡 用黑白的方式來做雷雕 這邊我們來分析一下 像這一面 它就是用黑白的方式來做雷雕 那你會發現它的圖 它的圖形的話 其實是比較表面的在刻 它原來是刻圖案的感覺 所以它用點狀去打 比較像刻圖案的感覺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大部分的細節其實都 有 那主要是看我們黑色條的部分 這個字的部分應該是它可能沒有打到 但是因為我們是用密度8的方式去調 所以刻出來的樣子是這樣 那我們再來看另外一面 另外一面呢 剛剛老師就是用矢量的方式去調 那你會發現它其實 刻下來它是有深度的 我們剛剛在刻度切割的部分 我用的密度是8 所以它是一個 它刻出來是會這樣子有深度的 好 那有可能 周圍旁邊有點燒焦 那就是刻的 因為它刻比較深的關係 所以旁邊都會有一些焦痕 摸起來的話其他都是會有深度 可以摸起來都會有刻度 好 所以你看字的呈現還算清楚 除了孕開的部分之外 那也可以看清楚 就是在眼神的部分 也是有 所以這兩種方式刻出來 還是會有很大的差別 那用 質量的話它的線條感會比較 清楚 但是如果我們用的是 黑白的話 它的話就是比較適用在圖像 所以兩個給你的感受 都會不太一樣 那主要雕刻的時候就是看你自己想要選哪一個 好 你會發現這裡面 就都沒有顏色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會有一點 好 這小男生這邊就有 黑色的部分比較明顯 OK